今天我們把 NATO 比以前更強 美國總統拜登在國會發表演說 大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團結 激起議員慷慨情緒 這個二戰後建立的跨州防禦同盟 邁入75週年 北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 堅定力挺烏克蘭 還透露北約正在制定冷戰以來 最全面的防禦計畫 我們在國內史上第一次 在西方的聯合成員會戰略 最高黑色的軍隊 現在我們有超過黑色的軍隊 也有更多防禦費 加入超級飛艦 F-35 艦艦戰艦 有很多高級能力 強調擴大軍力和部署 就是因为乌俄战火炎烧超过两年 迟迟没有停火迹象 乌俄这场消耗战 正在考验北约防御系统的续航力 但金融时报调查发现 北约要想守住东部边界 恐怕还有不少进度要追 报告说 NATO有5%的能力 需要 5% 早在2014年俄罗斯并吞克里尼亚时 北约就定定目标 要各成员在十年内将国防支出 提升到国内GDP的2% 然而面对俄罗斯的虎视眈眈 北约各国的脚步却似乎有点满山 当这个策则成立了 只有三国 英国、 Greece、美国和美国 遇到目标 在2022年 在2022年 Russia发生了全级的战争 在乌克里尼亚时 7%花了这么多 战争消耗的不只是子弹 大量银弹也在不断流失 北约内部开始出现分歧 领导人不得不向成员国信心喊话 史托腾伯格积极向美国喊话 而他担心的正是年底登场的 美国总统大选 向来主张美国优先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 过去就多次批评 北约成员国不够给力 川普有话直说 让不少西方国家担心 如果他当选 北约互助恐怕将变得更加困难 美国是北约背后最大推手 在冷战背景下积极围堵苏联政权 75年过去 现在已经不是要防范共产主义渗透 而是要阻挡兵临城下的战火 欧洲不断争论 是否要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因为北约是军事同盟 任何成员国受到的武力攻击 等同于进犯所有成员国 必须彼此协防 但美国两党候选人都持保留态度 认为乌克兰得先处理民主化和贪腐问题 他们仍然有这种想法 在他们的心中 在他们的心中 这样一步 像邀请到乌克兰 像邀请到乌克兰 在乌克兰成为党的成员 这是危险 乌克兰内政问乱 欧洲各国财政吃紧 美国局势也难以预测 三项试炼考验着北约 不仅要设法筹措资金 巩固城池 更得在瞬习万变的全球情势中 互不为营